吕智的野心 汉初,吕智长期被刘邦的光芒掩盖着 无论是战争还是权谋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群当时最杰出的男人 在历史舞台上挥斥方球,荷尔蒙爆棚 将舞台气氛烘托到最高潮 而吕智,这个前半身颠沛流离的女人 只能躲在幕布后面,静静等待出场的机会 舞台上是男人们的群戏 舞台下是孤独的吕智 没有人知道吕智心中也有一个梦想 他也想当主角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飞机在起飞河降落时最危险 而政局在权力交接时最危险 如果新的掌权者根基未稳 而旧的掌权者又不甘退影 则权力动荡在所难免 眼下的政坛这两个因素全都具备 吕智的神经紧紧地崩着 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 他紧张得几乎整个人都在颤抖 吕智虽为一介女流 但在他经历了血与火的锤炼后 一股熊熊的野心之火燃烧在 他死寂了三十余年的心中 他感觉到权力的野兽正在体内苏醒 并向他发号施令 当吕智看到刘邦终于咽气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召集朝中大臣 为刘邦发丧 而是立即下令封锁消息 然后找来了自己的心腹 沈亿基 沈亿基和刘邦是同乡 革命时期专门负责保护刘邦的家人 当然主要是保护吕智 年轻的吕智被向于俘虏后 四处颠沛流离 唯有沈亿基不离不弃 始终跟在吕智身边 司马迁在史记里怀疑 两人有一腿 没有任何寒暄与客气 一见沈亿基 吕智开门见山 朝中猪将与先皇都是草莽出身 有的比先皇还牛 让他们北面称臣 心里肯定都不服气 先皇尚且如此 现在新皇帝年龄还小 不除掉这些人 天下如何安宁 面对自己的心腹 吕智毫不掩饰 他对权力的渴求 而要想握紧权力 首先要除掉这些功臣素将 为什么吕智 要这么急迫地铲除这些功臣素将 很简单 他怕刘邦死后 自己的儿子控制不住局面 汉帝国建立时 为了安定天下 笼络人心 刘邦封了七位义姓诸侯王 他们分别是梁王彭月 楚王韩信 赵国张儿 淮南王英部 燕王赃土 长沙王吴瑞 韩王信 此外 刘邦分析 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 认为其中一点就是 各地起兵造反时 没有同姓诸侯王出来帮一把 因此 在给异姓诸侯王分割权力的同时 刘邦给自己的亲戚们 也分配了权力 激励他们 跟自己保持步调一致 此外 汉初施行的诸国并行制 既有秦朝的郡县制 又有各个诸侯国 诸侯国的权力和级别远大于郡 而且一个诸侯国可以控制好几个郡 不仅如此 刘邦对这些新生的诸侯国很宽容 允许他们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 采取不同的政策 比如 在秦 韩 魏等西部地区 要求遵守汉朝的规则 而在赵 燕 齐楚 等东部地区 按照当地的风俗 自行管理 这些诸侯王有很大的自主权 有权任免其封地的官员 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汉朝开国之初 全国有54个郡 中央直辖的只有25个 另外29个都在诸侯王手中 也就是说 全国一大半的土地 都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下 其中 又以 齐 楚 吴 三国的地盘最大 实力最强 从人口上来看 诸侯国的人口 也比中央控制区的人口多 汉初总人口大约是1300万 中央直接控制的人口约450万 诸侯国控制的人口约为850万 当时的首都虽然在长安 但全国的经济中心 却是齐国的林资 当时的林资有居民10万户 大概55万人 论JDP完胜首都长安 讲这么多 只为说明一件事 由于刘邦的分封政策 导致在他去世后 形成了地方强 中央弱的政治局面 虽然单个诸侯王 要单挑中央 还差点火候 但如果联合起来 绝对有吊打中央的能力 这些诸侯王 各自割据一方 拥兵自重 有造反的本钱 也有造反的能力 这让刘邦寝室难安 在此后的几年内 刘邦又挨个 收拾这些异性诸侯王 将他们从王位上 一个个全都掳了下来 吕智比刘邦小15岁 不出意外 刘邦将走在他前头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 做打算 这些年 他见惯了政治上的 尔虞我诈 和宫廷中的权力争斗 没有权力 只能任人鱼肉 他需要掌握权力 吕智知道刘邦的心思 他愿意为刘邦 背负这个不义的骂名 于是他做了刘邦 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情 而且做得彻底 干净利落 彭越被他忽悠到了长安 指使其小弟 误以谋反罪 随即处死 一三足 韩信被他骗至长乐宫 终是处死 一三足 而刘邦死时 当初疯疯的 七位异姓诸侯王 只剩下了 实力尚小的 长沙王 吴瑞 既然异姓诸侯王差不多都死了 为什么吕智还不放心 因为汉初的工程集团 除了这些实力强大的异姓诸侯王 还有朝廷内外 为数众多的武将们 如曹参 周伯 夏侯英 贯英等 这些大佬们 手握军权 助手一方 根基深厚 这帮人能对自己 俯首称臣吗 以前 他们可都是在民间 混得平民 跟着刘邦闹革命 最后 只有刘邦做了皇帝 他们会心甘情愿 臣服吗 只要一想到这些 吕智就会愁得 整宿睡不着觉 人一紧张 往往会对形势 做出错误的判断 以至于鲁莽心动 吕智也不能免俗 为了对付这些工程集团 吕智拉来了审议机 两人准备合伙 将他们一网打尽 天亮了 长安城的宫门 照旧开启 大臣们排着队 像往常一样 上朝奏事 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开始一天的工作 刘邦已经有好些日子 没有参加朝会了 好在大臣们 已经习惯了 各自忙着手头的工作 谁也没有察觉出异样 这样的日子 一共持续了三天 到第四天 情况忽然有了变化 这天傍晚 一个神秘的背影 偷偷流进了 丽商的家里 丽商是著名说客 丽姬的弟弟 常年跟随刘邦 四处征战 汉帝国建立后 在长安 升居要职 身为长安城的 军政要员 丽商的消息 异常灵通 在宫中 也有不少耳目 在这宫城多如狗 权贵满地走的长安城 要想这官当的安稳 掌握第一手消息 很重要 神秘人告诉丽商 一个重磅消息 刘邦已经驾崩 丽商悚然一惊 什么 陛下已经驾崩 为什么宫中 没有任何消息放出来啊 神秘人告诉他 这是因为 吕志和沈亿基 正在宫中密谋 要趁此机会 将宫城集团 一网打尽 你也不例外 丽商沉默了 他是五人出身 跟着刘邦南征北战 在战场上流血拼命 好不容易 才有了今天的身份和地位 为何一夜之间 形势突变 都说罪毒负人心 现在看来 果然如此呀 丽商可不是 坐以待毙之人 他不想等屠刀落下来 他要阻止吕志 当然 这事可没那么容易 吕志要想夺权 必然要除掉这些工程集团 且不说 丽商能不能接到吕志 就算见到了吕志 能不能说服他 也是个问题 为此 丽商绕了个圈子 他先找到了碧阳侯 沈义基 他想 这小白脸跟吕志关系 不一般 如果能说服他 说不定 事情还有转机 想到这里 丽商立即 赶往沈义基家里 一见面 丽商开门见山 听说 陛下已经去世四天了 宫中还不发丧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沈义基 吓了一大跳 支支吾吾道 没有的事 不要瞎说 丽商继续追问 听说 你们还想趁机 诛杀功成速将 沈义基 连忙否认 谣言 这绝对是谣言 丽商看了他一眼 但愿是谣言吧 要是真这么搞 天下就危险了 别忘了 陈平和冠英手中 有十万大军 驻守营养 周博跟樊快 率领二十万人 订阉 带 这些人 可都不是善茬 要是让他们知道 宫中想铲除 功成速将的话 这些人 必定会发兵 攻入关中 到时候 大臣内判 诸侯外判 大汉 可就完了 沈义基听完 顿时抽了一口冷气 当初吕智跟他 透露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也觉得太过疯狂 但是 涉于吕智的权威 他没敢当面说 如今听黎商这么一分析 沈义基 顿时就泄气了 人家说的没错呀 这些大佬们 手上有兵 又是在战场上 跟项羽死磕过的人 战斗经验值满歌 人家一个不爽 分分钟 就能攻入关中 灭了自己 自己跟吕智手上没兵 还玩个屁啊 趁早 断了这心思吧 想到这里 沈义基赶紧入宫 将赤裸裸的现实 告诉了吕智 吕智听完沈义基的劝告 这才意识到 自己确实有点操之过急了 要跟这帮手上 有兵权的猛人斗 自己手上的筹码 根本就不够上台面 实力差距过于悬殊 冷静 要冷静啊 想到这里 吕智只得压下自己心中的 这个邪恶的念头 几天后 朝廷正式发丧 将刘邦驾崩的消息 召告天下 五月 刘邦葬于长陵 经陕西咸阳市东 复告一出 天下搞诉 三天后 太子刘盈正式登基 梁家妇女的黑化石 虽然吕智这次悬崖勒马 没有选择跟工程集团摊牌 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就此罢休 他在等待 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将这帮牛轰轰的工程速将们 一网打尽 好让自己能睡个安稳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吕智一直是一个反面角色 心狠手辣 残忍歹毒 未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这些都是他的标签 但这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我们不难发现 年轻时的吕智 也曾有一颗少女心 那一年 他待在闺中 做着和紫霞一样的梦 我的意中人 是个盖世英雄 有一天 会穿上肩甲圣衣 叫他七色云彩来娶我 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他拒绝了很多追求者 一次酒宴上 父亲给他指定了 未来的丈夫 一个叫刘邦的中年油腻大叔 父亲不仅让他白吃了一顿饭 白喝了酒 还提出把自己的女儿 吕智许配给他 吕智的母亲 有点不高兴 你不老说 自己这个女儿不一般 想把她嫁给贵人吗 佩县县令跟你关系这么好 想娶她你都不肯 现在怎么随随便便 就把她嫁给了刘邦那小子 然而直男挨吕工 根本不理会老婆 反而斥责她 你娘们懂什么 我为女儿找的夫妻 将来必定成就一番事业 吕工为什么放弃佩县县令 执意要把女儿嫁给刘邦 说起来有一个非常好笑的理由 她会看面相 还说刘邦是潜力骨 以后必定是个大人物 面相仪式过于虚妄 吕工之所以搬到佩县 是为了避仇 因此我更愿意相信 吕工是想在当地 找个靠山扎下根 而刘邦这样一个 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正是吕工的最佳选择 这之后 吕工又将吕智的妹妹 嫁给了卖狗肉的樊块 在古代社会里 婚姻恪守的是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很多时候 婚姻一般是作为 家族利益的联合 或是共同养家糊口 养儿育女 延续后代的需要 至于感情 不好意思 统统都要让位于现实利益 就这样 吕智成了刘邦的妻子 并在此后的孙愿中 成为彼此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说刘邦是一个 勤奋踏实的顾家男人 或许夫妻感情会略好一些 但很显然 刘邦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结婚以后 刘邦还是那个德行 司马谦 在史记中说 刘邦有两大爱好 好酒 好色 刘邦爱喝酒 经常到隔壁王寡妇 吴寡妇家 奢酒 喝醉了 倒头就睡 此外 刘邦在娶吕智之前 已经与一位曹氏女子 生一个大胖儿子 叫刘肥 刘志哪是嫁了个老公啊 分明是多了个儿子 刘邦对这个家庭 一点贡献都没有 还常常出去惹事 一点都不让吕智审心 家徒四壁 丈夫又不可靠 还贪酒好色 这就是吕智婚后的苟且生活 尽管如此 年轻的吕智 没有任何抱怨 他照顾刘邦的私生子 伺候他的父母 生儿育女 还带着一家人种田织布 努力经营着这个小家 刘邦工作忙 经常需要出差 不太过问家里的事情 吕智就背着两个孩子 到田间干活 从来没有叫过苦和累 几年后 刘邦在押戒的路上 私放了犯人 工作丢了 家也回不去了 只好逃到山里 当起了山带王 吕智受到牵连 被关到了监狱中 受尽了侮辱 出狱后 吕智心心念念的 依然是自己的丈夫 他每个月都要长途跋涉 独自一人翻山越岭 去给刘邦送饭送衣服 没过多久 天下大变 各地豪强纷纷肩肝而起 反抗暴情 刘邦也斩了个白蛇凑热闹 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带领大伙闹革命 那么 吕智呢 他的生活 有没有好转 答案是 没有 自从刘邦闹革命后 吕智在家 担惊受怕 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次 刘邦被储君追杀 狼狈逃窜 路上刚好遇见了 自己的一双儿女 于是 带着他们一起跑路 可是 储兵追得急 车子跑得慢 眼看就要追上 刘邦急了 毫不犹豫地 把一对儿女 推下了车 司机下猴鹰见状 赶紧杀住车 把俩孩子 抱上了车 刘邦很恼火 又推下车 下猴鹰再捡 不知日后 这姐弟俩 有没有留下 心里阴影啊 后来 刘邦又一次败了 吕智和刘太公 被项羽俘虏 两军再次对证时 项羽把吕智和刘太公 绑起来 支起大锅 要挟刘邦 不投降 我就把你爹煮了 不料 对面的刘邦 却是哈哈一笑 哈哈 我俩曾经 也是兄弟一场 我爹就是你爹 你要是把你爹煮了 记得 分一碗汤哦 一个连老爹 都不管不顾的人 怎么能指望 他会爱惜 顾及自己的妻子呢 不管你信不信 吕智至少是不信的 刘邦在乎 妻子家人吗 当然在乎 只不过 他的在乎 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 不危及自己 不危及江山 那时的他 每日只能蜷缩在 阴冷潮湿的 求师一角 望着窗缝里 投进来的 一抹月光 思念 不知身在 何处的丈夫 他还好吗 他会打败项羽 来接我吗 这种囚徒生活 吕智一过 就是两年多 直到楚汉一和后 吕智和家人 才被放回来 历经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吕智终于 活着回来了 支撑他 活下来的 唯一希望 除了他的两个孩子 还有刘邦 他唯一的依靠 然而 当他千辛万苦 回到刘邦身边时 却发现 他身边 早已有了 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叫妻夫人 比他更年轻 更漂亮 而此时的吕智 早已青春不在 当吕智在监狱里 煎熬的时候 刘邦却不顾他的生死 一转身 就按上了别人 那一刻 我文明感受到了 吕智的心里的寒意 和恨意 他委屈 他不甘心 恋着你 公马贤手 通晓诗书 少年鹦鹉 跟着你闯荡江湖 风餐露宿 受尽了世上千般苦 你却不念 三载共争 如云如雨 一片恩情 化作粪土 他不知道 他还能去依靠谁 信任谁 那一刻 他的信念 轰然倒塌 可是 吕智再委屈 又能怎样 他已是大汉的皇帝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没有人能替他 主持公道 吕智只能将 所有的苦水 咽下去 然而继续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毕竟眼下刘盈已被立为太子 这是他唯一的依靠 他已经活得够小心翼翼了 然而还有人向他发出了挑战 这个人就是七夫人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 美丽女人的眼泪是最厉害的武器 刘邦对此完全没有免疫力 在七夫人的强烈要求下 刘邦动了换太子的心思 吕智慌了 他知道如果太子留营被废 母子二人在群狼环似的朝堂内 一定会被撕咬的 连渣都不慎 欺负我可以 欺负我儿子 绝对不行 当一个母亲需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时 羊会变成狼 狼会变成魔鬼 他太清楚 等待他们母子的是什么 为了自保 吕智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尊严 去求商山四号出山 给自己的儿子站台 吕智果断狠绝的一面 在此时慢慢展现 他不想再做被宰的羔羊 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情爱已如云烟 夫妻之情也不过虚幻 他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权利 从现在起 我们不能再叫他吕智 而应该叫他吕后 刘邦不方便做的是 吕后来做 刘邦下不了决心杀的人 吕后来杀 智朱寒信 作为吕后的政治首秀 震惊了朝野 一向身处恭维的富人 居然在关键时刻 如此另微不惧 果断狠辣 不费一兵一族 就除掉了用兵如神的寒信 就连刘邦也对吕后 另眼相看 紧接着 吕后亲自出面 朱沙彭月 灭其三族 将其做成肉饼 辨赐诸侯王 一年之内 吕后连杀汗出 三大名将中的两位 满朝文武 都对他敬畏不已 而他也一举 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为了保住 刘盈的太子之位 吕后多方拉拢 找人给太子站台 当刘邦转身时 才猛然发觉 太子 予以义成 终于 再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他凭本事 坐稳了后卫 所以说 吕后之所以成为吕后 一半是天资 一半是 被逼的 命运的洪流 逼得他 不得不像狼一样 长出爪牙 而吕后 也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再也回不了头 刘邦去世后 太子刘盈继位 大汉帝国 进入了 吕后时代 按理说 这场权力争夺战 到此已落下了帷幕 但吕后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 她将吕夫人贬到永巷 也就是宫中的监狱里 让她带着沉重的枷锁 穿上粗布囚服 日夜不停地冲米 完不成任务 就要受罚 吕夫人养尊处又惯了 哪里干得了这种粗活 于是 她在悲痛欲绝之余 又干了一件蠢事 她发挥了自己 能歌善舞的优点 写了一首歌 《日日悲歌》 子为王 母为卢 终日冲伯墨 长于此乡舞 乡离三千里 当谁时告如 如意 如意 你可知道 你的母后正在受难 你要是知道 怎么不来救你的母后 此时的刘如意 已被封为赵王 远离长安 行单隐之 她当然听不到 自己母亲的呼唤 其夫人不懂政治 她不懂得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 如何求生存 竟然还寄希望于 自己的儿子 虽然这份牵挂 让人心疼 可消息传到 吕后耳中时 性质 却变了 我看你可怜 才没处死你 想不到 你不知感恩 还妄想翻盘 既然如此 我成全你 吕后立即下令 把赵王刘如意 召回长安 准备除掉 这一年 刘如意只有十岁 独自一人 远在赵国 这么小的孩子 远离母亲和父亲 不是刘邦心狠 恰恰是为了保护刘如意 当初 刘邦没能扶刘如意上位时 他就已经意识到 太子与义已成 如果刘盈当了皇帝 以自己对吕后的了解 这位原配夫人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除掉刘如意 为了保护刘如意 刘邦不得不将其 调离长安 回到属于他的封地 光调离中央 显然还不够 正当刘邦为此 愁得睡不着觉时 一个叫赵瑶的人 给他送上了贴心枕头 赵瑶在周昌手下干活 担任服袭御使 主要职责就是 掌管御使大夫 映章 赵瑶非常精灵 有一次他入宫伺候皇帝 看到刘邦脸色不太好 大着胆子 上前问道 陛下是不是在担心 自己百年以后 赵王没人照过 刘邦一看 原来是赵瑶这小子 叹了口气 哎 是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赵瑶告诉他 陛下应该为赵王 安排一个尊贵又强硬的人 当相国 而且这个人应该是 吕后 太子和大臣们 都敬畏的人才行 刘邦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可是眼下 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一个人呢 赵瑶给了一个人选 陛下 御使大夫 周昌 就是合适的人选呀 周昌 对于这个名字 刘邦并不陌生 他想起了前不久 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周昌在朝堂上 坚决反对 废太子 想当初 刘邦觉得 太子刘盈 性格太不像自己 想把他废掉 改立 刘如意 为太子 结果话刚出口 就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 其中 就属周昌的态度 最为坚决 周昌的态度很明确 坚决反对 废太子 但 他有口吃的毛病 一激动 更口吃了 陈说话虽然不利索 但陈知道 不 不能这样做 陛下要是 废太子 陈 坚决不能执行 这一结巴 把大伙都给逗笑了 这事也就耽搁下了 在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下 刘邦最后 还是没有废掉刘盈 第二件事 是周昌撞见了刘邦 和妻夫人 正在亲热 那一天 周昌找刘邦办事 被刘邦直接叫进了寝宫 按理说 皇帝兼戒大成 总得严肃庄重点 也不知道 刘邦咋想的 周昌一进门 抬一眼 就看见刘邦 正搂着妻夫人 撞到这种尴尬的事情 周昌也觉得辣眼睛 转身连招呼都没有打 就准备走了 不管周昌看没看见 反正刘邦看见了 只见他一个剑步追了上去 在周昌背后 亮出了一个柔道动作 将他摔倒 抬腿 骑在了他的脖子上 说道 我没叫你走 你赶走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谁知周昌的脾气 比刘邦还大 把脖子一挺 说 我我我看你和姐姐周周 他们是一一一路过 刘邦一听 脑袋瞬间也清醒下来 自己这么做 确实有点过分 于是又换了个笑脸 说道 不错 不错 有骨气 我喜欢 这两件事表明 周昌是一个耿直的人 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事情 酒头牛 倒了阿布回来 更别说刘邦了 既然如此 让他去保护刘如意 自己绝对放心 没过多久 刘邦就把周昌 照进了宫里 透露了自己想让他去 赵国保护刘如意的事情 结果周昌一听完 当场就哭了 我我一开始就追随陛下 现在你要把我扔给诸侯王 我我我我我 舍舍舍不得呀 我知道这么做是给你降职了 可我实在是担心赵王没人照顾呀 除了你还真没这么个合适人了 只能委屈你了 周昌有些无奈 之前他忤逆刘邦 是因为原则问题 而保护刘如意 他们有理由拒绝 就这样 周昌被派去赵国当相国 保护刘如意 而赵瑶则顶上去 当了御史大夫 都说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旅后上位后 第一时间就下令 让刘如意进京 周昌身为政治老手 哪能不懂 吕后的心思 吕后派出去的几拨人 统统都被周昌给挡回去了 赵 赵王生病了 不 不方便出门 你们 还是从哪 哪来 回 哪 哪去吧 吕后心里 本体有多郁闷了 换做其他人 早就一刀砍过去了 可周昌不行啊 因为 他曾经保护过刘盈 对吕后有恩 想当初周昌在朝堂上跟刘邦死磕时 吕后就在旁边偷听 他很感激周昌的直言 所以在遇到周昌时 吕后对他深思一理 多亏了您的直言 要不然太子就要被废掉了 如何才能搬掉周昌这块大石头 吕后苦思良久 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主意 把周昌调回长安 给他换份工作 只要周昌离开了赵国 就没人能保护刘如意了 见到朝廷的调令 周昌这下没辙了 只得乖乖收拾行李 回首都长安 没办法 自己再怎么死扛 终归是汉朝的臣子 凡事都有个度 不能太过分 至于刘如意接下来的命运 就看他的造化了 见到周昌以后 吕志对他破口大骂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你不知道我恨妻世吗 为何不让赵氏进京啊 周昌还能说什么 这事他本就理亏 只能像个小学生一样 低头不语 即便吕后憋了一肚子气 最终也没敢把周昌怎么样 当年在朝堂上 只有周昌距离力争 保住了刘盈的太子之位 在吕后的心中 周昌是他的大恩人 这份恩情比天大比海深 吕后并不善良 但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恩怨分明 这之后 吕氏再次派人 找刘如意进京 赶紧的 乖乖来受死吧 刘如意还能怎样 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吕后的连番催促下 刘如意只得乖乖来长安 朝堂之上 吕后每天都能收到刘如意的行程 眼看着他离长安城 渐渐静了 吕后也露出了凶残的面目 然而就在刘如意刚快到长安城时 一个救星出现了 他就是皇帝刘盈 一到长安城 刘如意就被刘盈的人给接到宫里去了 一般来说 当了皇帝最爱演的就是哥哥弟弟们 因为他们都姓刘 身上流淌着刘邦的血 随时都有可能取代自己 既然如此 为什么刘盈还如此淡定 这就要说到刘盈的宽厚和仁义了 自从妻夫人在涌向受罪后 刘盈心里就颇不好受 她虽然不喜欢妻夫人 但内心的善良让她无法避而不见 更何况 刘盈跟刘如意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却对这位机灵可爱的小弟弟颇为喜爱 吕后和妻夫人争夺权利 那是上一辈的恩怨 她不想理会那些纠葛 她知道自己母后的脾气 一旦刘如意到了长安 绝对逃不脱 吕后的毒手 为了保护这位弟弟 人后的刘盈果断出手 现一步将刘如意接到宫中 为了不给吕后的人可乘之机 两人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24小时 形影不离 刘盈这么做 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刘如意 她是保定了 她希望吕后就此罢手 不要伤害刘如意 那么吕后会就此罢手吗 开玩笑 如果这样放过刘如意 那就不是吕后的作风了 她之所以按兵不动 只是不想和儿子撕破脸皮 刘盈毕竟是皇帝 吕后怎么着 也得给她个面子 不好意思当面下手 她在等待 等待一个恰当的机会 很快 这个机会就出现了 这天一大早 天刚蒙蒙亮 刘盈突发奇想 要出门去打猎 好久没出门活动 她感觉自己都快憋坏了 她本想带刘如意 一曲出门 可年幼的刘如意 贪恋暖洋洋的被窝 就是不想起床 刘盈心想 这都过去几个月了 自己离开一会儿 应该不会有事 在向身边人嘱咐一番后 刘盈带着随从出了宫 刘盈不知道 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 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 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就在她前脚出门的时候 早有丁少的人 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吕后 哼 天赐良机 吕后暗暖不住内心的兴奋 她当即派人给刘如意 送去了早餐 有毒的点心 刘如意醒来后 揉着心松睡眼 吃完早饭 忽然感觉肚子里一阵脚痛 她哭喊着向身边的侍从们求助 可等来的却是 他们冷漠的眼神 当刘如意打完烈 心满意足地回到宫中时 赫然发现 刘如意欺翘流血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刘如意死了 刘如意放声大哭 尽管身边侍从都遮遮掩掩 不肯说话 但刘如意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出来 这一定是吕后干的 她恨 恨自己一时大意 让年幼的弟弟丢了性命 可她更恨自己的母亲 为何会如此狠心 非要逼死刘如意 她才只有十岁啊 她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替上一辈的恩怨承担后果 这里多说一句 得知刘如意去世的消息以后 周昌一下子就被击垮了 她感觉自己有负于刘邦的重托 万念俱灰 请了长期病假 三年以后 也追随刘如意去了 干掉刘如意后 吕后终于将屠刀 对准了还在涌向 聪明的妻夫人 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一幕 即将上演 为了宣泄自己内心极度的仇恨 吕后下令 砍断七鸡手足 你不是会跳舞吗 看你还怎么卖动 紧接着 挖掉她两只明媚如水的大眼睛 让她永远堕入黑暗 再接着 凿龙双耳 让她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给她吃了哑药 让她再也没有机会唱歌 最后将她扔到厕所中 称之为 人质 七夫人的脸 在流血 不 是她的眼眶在流血 她的眼珠已经没有了 她想呼喊 可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能无助地干好 吕后得意地站在她面前 看着七夫人痛苦的表情 心中竟然感到一丝愉悦 想跟我斗 这就是你的下场 吕后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转身离去 残忍 实在是残忍啊 吕后满意了吗 并没有 在处置了七夫人后 吕后自信心爆棚 她很想向别人炫耀一下自己的手腕 给谁看呢 吕后选来选去 挑中了自己的儿子 刘盈 这混账小子最不听话 明知道我想除掉刘如意 还故意将她接近宫里 跟我对着干 要不是看在 你是我儿子的面上 早就把你从龙椅上撸下来了 众所周知 刘盈是一个仁弱的人 或许是为了炫耀 又或许是为了锻炼她的胆量 吕后将她带到了永巷的厕所中 厕所的角落处 一个血肉模糊的肉团在蠕动 让人不寒而栗 刘盈强忍着胃里的不适 问旁边的人 那是什么东西啊 旁边的人告诉她 您忘了 这就是刘如意的母亲 七夫人呀 七夫人 刘盈心中咯噔一下 惊得背上全是冷汗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一旁的人说 这的确是七夫人 她得罪了陛下的母亲 所以才有此下场 刘盈心中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了 在短暂的震惊后 她再也忍不住 嚎啕大哭 妈 你居然做出这种事 这是人干的吗 我作为你的儿子 还有什么脸当这个皇帝啊 刘盈的心态彻底崩溃了 据史书记载 此后的一年多 刘盈卧病不起 从此日夜迎乐 不问正事 她终日饮酒 同工人调情交欢 以此损耗自己年轻健康的生命 她的帝王尊严被母后阴影遮挡 她不期待明天 其实明天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母后毕竟要老去 要死去 或者她还可以卧心肠胆 可以重整旗鼓的 但是她统统选择了放弃 在这短短几个月内 刘盈见证了太多的血腥和残忍 对于心地善良的刘盈而言 这一切都是她无法承受 也无法面对的 她要跟吕后决裂 更要和这个世界决裂 写这个故事 不是为了引起大家的不适 事实上 我已经尽量用简短的语言去描述 可每次读到这个故事 我都能生气地感受到 文字背后的血腥和残忍 脊背振振发凉 无边的恶意 生不见底 犹如万丈深渊 让人不寒而栗 我想知道 人性究竟可以有多黑暗 吕后与妻夫人的矛盾 源于太子之争 她对妻夫人 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之前有刘邦在 她只能将这种念头 压在心底 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与发酵后 吕后对妻夫人的恨意 越来越浓 刘邦一去世 这种恨意便没了束缚 在吐没了欺负人的同时 也吞噬了吕后自己 窝囊不是罪 公元前193年10月 新年第一天 秦王朝建立后 嬴政取消了各诸侯国的立法 采用了专须力 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步通行的立法 这个十月朔 即十月一日 就成了秦王朝的遂守 汉初沿袭秦朝的制度 也是以十月一日 为新年第一天 这一习俗 一直沿用到了汉武帝 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前后长达100多年 按照惯例 每年的遂守 各地诸侯王们 都得到长安来拜见皇帝 这一年也不例外 自从吕后堵死刘如意 杀死七夫人后 刘盈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终日沉沦 然而这一次 刘盈难得地打起了精神 到为阳宫 兼借各路诸侯王 刘盈的这一举动 让吕后有些意外 自从七夫人死后 刘盈彻底放弃自我 跟吕后决裂了 如今 看她终于肯上班 难道原谅自己了 刘盈之所以愿意出门 是因为她得知 自己的哥哥 齐王 刘肥 也来了长安 刘邦 有八个儿子 刘肥是他早年 和情妇曹氏生的儿子 刘邦非常喜欢这个长子 从他给刘肥 封封的地盘 就能看得出来 要知道 刘肥被封为齐王 齐国是汉初第一大封国 统辖七十三成 江域辽阔 人口众多 较为富庶 刘盈在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和哥哥刘肥一起玩 两人关系很好 各路诸侯大臣们 进京朝见皇帝 皇帝自然也得有所表示 这一天 刘盈单独叫来刘肥 要请他喝酒 刘肥自然很高兴 屁颠屁颠地就去了 刘盈是皇帝 坐在上席 刘肥只是个王爷 坐在下席 九过三巡 菜过五味 兄弟相聚 刘盈难得放开一次 喝得有点上头 反正两人是亲兄弟 刘盈也没那么多讲究 把刘肥拉到了自己身边 刘肥也是喝昏了头 想都没想 一屁股就坐上去了 继续划拳 哥俩好呀 六六六啊 恰好此时 吕后从旁边经过 听见里面 腰五喝六的 进去一看 两人勾肩搭背 正在一起拼酒 吕后当场就气炸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过就是个 庶出的私生子 给脸不要脸 皇帝跟你客气一下 你还当真了 敢跟皇帝坐在一起 你到底有何居心 吕后当即 让侍者给刘肥 准备了一杯酒 吕后的出现 让刘肥颇感意外 面对皇太后的这杯酒 刘肥受宠若惊 接过酒 正准备喝下 不料 却被一旁的刘盈 给拦住了 刘盈第一时间 闻到了死生的味道 她抢过刘肥手里的酒杯 笑盈盈地 向母后注酒 吕后吓坏了 这逆子竟敢从中作梗 难道她看破了自己的心思 不能啊 刘盈再不听话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绝不能让他喝下这杯酒 眼看着刘盈举杯 就要一饮而尽 吕后这才反应过来 扑过去 打翻了那杯酒 什么情况 其实 这种局面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那杯酒 绝对有问题 吕后这是 没安好心呀 想到这里 刘肥经出一身冷汗 他立即装作醉酒的样子 表示再也喝不下了 准备回去休息了 场面一度很尴尬 大伙只得各自散场离开 出了宫 刘肥一路小跑 回到自己在京城的公寓 马上派人去打探消息 没多久 就传回消息 吕后刺的 确实是一杯毒酒 这一下子 刘肥肠子都毁清了 一向老实巴交的刘肥 可从来没有想过 篡位之类的事 他只想每天有吃有喝 继续过自己 幸福快乐的日子呀 早知道会招来杀生之祸 自己说什么 也不会跟刘盈 没大没小的喝酒了 后悔呀 想到这里 刘肥马上就让人收拾东西 准备回自己的大本营 齐果 才出门 就看到不少暗哨在盯哨 想溜 门都没有 刘肥绝望了 长安城就是一座巨大的牢笼 他出不去了 这时 齐果的内使给他出了个主意 太后只有皇上和鲁元公主两个孩子 如今大王宁拥有七十多座城 而公主只有几座城 大王如果能把一个郡的封地献给太后 来作为公主的汤木义 太后一定很高兴 您也就不必再担心了 刘肥一听 心里打起了鼓 这个办法可行吗 行不行 试了才知道嘛 此时的刘肥 已经被吓尿了 只要能活命 别说一座城 就是十座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献出去 刘肥立即入宫 要求求见吕后 得知刘肥主动要让出 齐国最富庶的程阳俊 给鲁元公主 吕后很高兴 这小子还是很上道嘛 回到京城公寓的刘肥 惊魂未定 他觉得这还不够 反正自己是私生子 所信第三下司的违背常理 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哥哥刘肥主动要求 做妹妹为王太后 认了一个妈 消息传来 女后很是欣慰 哼 既然这样 这次就先放过你 回去老老实实 当你的齐王吧 别给我惹事就行 有了女后的英允 刘肥收拾好了东西 出了长安城 一溜烟 就跑回了自己的大本营 齐国 长安城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他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刘肥回到齐国后 没几年就病死了 但这并不代表 他和吕氏的恩怨 就此完结了 多年以后 刘肥的三个儿子 接过老爹的接力棒 继续跟吕氏 死磕到底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咱们走着瞧吧 不得已的贪污 肖和老了 想当初 肖和在沛县政府 做秘书时 便胸怀大志 与小混混刘邦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乘胜吴广 揭竿而起 肖和积极动员县令 召回犯事避难的刘邦 而刘邦 也自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刘邦攻克咸阳后 大伙都忙着 抢夺珠宝 美女 肖和却争风夺秒地 接收成像 御石符 所藏的律令与图书 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 郡县户口 对日后赢得楚汉战争 并安邦治国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楚汉相争的 艰难岁月里 刘邦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肖和则一直留守观中 把大后方治理得紧紧有条 每当刘邦把家底 全部赔光时 肖和从来没有任何抱怨 总是默默地肩负起责任 源源不断地输送士族 良想 支援作战 世人评价 项羽百战百胜 但最后一败涂地 而自吻乌江 刘邦屡败屡战 最后终于熬死了项羽 肖和就是胜负手 自从进入关中以来 肖和就担任丞相一职 如今已经十多年了 十多年来 肖和一直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堪称劳魔 建国初期 刘邦在论功行赏时 将第一功臣的荣誉称号 给了肖和 大伙都不服 刘邦亲自站出来解释 打猎时 追逐狡兔的猎狗是有功的 有功之狗为功狗 你们在战场拼杀 功成略地 好比是功狗 而肖和是指挥打猎的人 是功人 功狗虽然重要 怎么比得过功人呢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肖和都是刘邦身边 最忠实的盟友 然而 随着各路诸侯王 一个借一个谋反 刘邦变得越来越多疑 坐在高高的龙椅上 刘邦的目光 扫过匍匐在脚下的众人 心中常常会涌起一股 总有刁民想害症的感觉 很快 刘邦的目光 锁定了老实人 肖和 肖和表面上 老实本分 工作上尽心尽责 可谁知道 他内心 到底是怎么想他 这么多年 自己在外带兵打仗 更像于此刻 肖和坐镇观中 收拢百姓 稳定人心 在民间积累了很高的威望 如果这老家伙正逼一呼 带头造反 谁能想得住他 对于一个帝王而言 底下的臣子不能太差劲 也不能太优秀 太差劲会影响办事效率 太优秀会遮盖自己的光芒 只有那些不好不坏的人 用起来才顺手 皇帝未必真正痛恨 贪污腐败的臣子 也未必真正喜欢 连结奉公的官员 有时候 连结奉公 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就像有时候 贪污腐败 反而能保护自己一样 肖和虽然堪称 汉出第一职业经理人 但他的政治敏感性 一直很差劲 干工作 肖和没得说 但对于帝王的这种隐秘心思 他似乎一直猜不透 楚汉相争期间 刘邦常年在外征战 忙里偷闲 总会派人到大后方 慰问一下肖和 老肖啊 最近身体咋样 工作忙不忙啊 起初 肖和没把这事放心上 还以为是领导关心员工 两三次过后 一个叫暴身的人 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他找到肖和 给他踢了个醒 汉王在外作战 还不忘时常念叨你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依我看 汉王是怀疑你有野心了 你赶紧将家里面 能打仗的人 都派到前线去吧 肖和很聪明 他马上反应过来 将自己的至亲家属 二十多人 派赴前线参军 为军队效力 这才打消了刘邦的顾虑 然而 在天下一统 尤其是肖和被封为 第一功臣后 他这根旋 还是松了 这一年 刘邦带兵 出征谋反的晨曦 旅后坐镇长安 联合肖和 除掉了韩信 刘邦回来后 得知心腹大患已出 而且还是肖和出的主意 非常高兴 给他增加 封义五千户 允许他 增加安保人员 家官禁绝的肖和 自认为胜券正龙 感觉人生 已经走上了巅峰 所以 在家中 大摆宴席 准备好好庆贺一番 一时间 肖和府上 蒙庭若市 高棚满座 大伙 平平举杯 喜气洋洋 就在这时 却有一个人 不合时宜地 穿着校服 手举白帆 一副死了爹娘的样子 站在肖和门前 肖和很生气 什么人 敢在这个时候 到我府上找不自在 出来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门客 赵平 赵平是秦朝时期的 东陵侯 后来天下大乱 这官也做不下去了 所幸 辞官隐居 在家 终日与种瓜 自娱自乐 赵平 对于种瓜 很有心得 他种出来的瓜 个个甘甜 可口 被诗人称 东陵瓜 凭借着这门手艺 赵平在当地 小有名气 后来 给肖和当了马仔 虽然棒到了靠山 而赵平 跟一般的门客 不一样 别的门客 都是锦上添花 赵平 却不稀罕 跟这种事 他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 必定 要不同凡响 这一次 明知老大在办宴会 赵平 却什么礼物 都没有带 反而穿着一身 不合时宜的衣服 到相府豪丧 大好的日子 遇上这种事 肖和很不高兴 你有什么冤屈 没有 那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也没有 既然都不是 那你为何要这样做 我是来给你奔丧的 肖和心中咯噔一下 你什么意思 赵平微微一笑 相国呀 你真以为 你真以为 门外那五百保镖 是来保护你的吗 肖和文言 脸色大变 酒也不喝了 赶忙将赵平 请入内室 肖和问他 我如今贵为相国 加分五千户 可谓是圣眷正龙 但是我平日里做事 小心谨慎 不敢稍有疏忽 为何您刚才出此言论 赵平诡秘一笑 陛下这些年来 南征北战 清貌失实 而你却在长安 心安理得的 加官进爵 过着自己的舒服日子 你没看到 怀音侯韩信 当你也曾经 拱高盖主吗 因为韩信谋反一事 陛下已经对你 起了疑心 这五百人 不是保护你 而是来监视你的 你要小心落得 韩信的下诚啊 肖和听完 不禁吓出一身冷汗 是啊 老大在前线冲锋陷阵 我却在大后方 过舒服日子 这 这简直是在找死啊 肖和觉得自己的后金 都已经湿透了 冷汗淋淋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才能消除这种怀疑 赵平告诉他 问题倒也不难解决 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都是陛下给的 只有献出一部分财产 向陛下表明自己 绝无二心 才有可能保全自己 第二天 肖和早早入宫 面见刘邦 说自己无功受禄 不敢领取分赏 请求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 捐助给朝廷 刘邦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这老小子 还是很上道吧 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被刘邦这一顿夸 肖和又飘了 这一年 久江王英不谋反 刘邦不得已 拖着病体 再次出征 仍是肖和坐证长安 肖和每次派人 将粮食资重 运到军中时 刘邦都会有意无意地 问使者 老肖最近在忙什么呢 使者老老实实回答 肖像国 担惊结律 爱命如子 刘邦听后 默默坐身 使者回到长安后 将这事儿 如实告诉了肖和 肖和想了半天 也猜不透刘邦的心思 既然想不通 那就不想了 老老实实做好 自己缝内的事 等老大 凯旋吧 这一天 肖和再次遇到赵平 将自己的想法 如实告诉了他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对于眼下肖和的处境 赵平一眼 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他连忙对肖和说道 你不久 就要被满门抄斩了 肖和吓得脸色煞白 为什么 难道自己鞠躬尽瘁 反而错了 赵平告诉他 你身为百官之手 已经无可分赏 观中百姓 对你爱戴拥护 你也竭尽安抚百姓 现在陛下 问你的动态 实际上 是怕你在长安 图谋不轨呀 以你的号召力 占据观中 百姓归附 陛下将父辈受敌 所以陛下对你不放心 肖和这下慌了 向赵平求助道 那我该怎么办 难道非得落个 狡兔死走狗喷的下场不可 事情 当然还没恶化到那一步 赵平给肖和出了个主意 那倒不至已 陛下之所以对你不放心 是因为你在民间威望太高 如今之际 只有资无身份 给自己制造些坏名声 比如抢买百姓田产 让百姓骂你恨你 甚至到陛下那里告你 陛下就会放心了 肖和长叹一声 哎 我怎么能做 贪官污吏呢 这有违我的初心呀 当然 叹息归叹息 为了保全自己 肖和只得违心的 去做一些损公匪私 损人利己的事 搞得长安市民 鸡飞狗跳 怨声载道 刘邦自完鹰部 一进长安城 就被沿途的市民给围住了 大伙哭着喊着要求 刘邦给他们做主 帝王心思 你别猜 刘邦的脑袋刷一下子就黑了 什么人 敢在天子脚下占百姓的便宜 靠不拧下他的脑袋当夜狐 地下人赶紧跟他汇报 说侵占明田 占人便宜的就是丞相肖和 肖和 刘邦瞪大了眼睛 你确定没搞错 绝对不会有错 这是百姓们写下的状子 全都是控诉肖和的 确定是肖和无一后 刘邦的表情反倒多云转情 想不到平日里清整连结 大公无私的肖和也有这样一面 真是让人打开眼界呀 刘邦笑呵呵地收下诉状后 回到宫中 第一时间就把肖和叫了过来 看着眼前仗红了脸的肖和 刘邦一本正经地审问他 老肖啊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一心为国 看看这些诉状 怎么解释啊 事情是自己做的 还能怎么解释 肖和只能连连道歉 说自己一时才迷心窍 请刘邦责罚 不料 刘邦却大手一挥 没有继续追究的意思 哎 算了 这事啊 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还得你亲自跑一趟 向百姓谢罪 看着肖和惶恐不安离去的背影 刘邦哈哈大笑 那一刻 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为什么刘邦没有处罚肖和 很简单 通过侵占土地仪式 肖和实际上是给刘邦翻看了自己的底牌 告诉他 我肖和虽然是开国元勋 可我也是一个俗人 我也有贪财之心 人一贪财 眼界必小 弄全之心 不免训退 肖和搞臭自己的名审 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一场危机 就这样被刘邦轻描淡写地掠过 肖和一看 自己果然没事 他那盲目的自信心 开始膨胀了 又开始了 作死的行为 身为丞相 关心民间疾苦是他的本职工作 在日常调研走访中 肖和了解到 长安城周边人口众多 可是耕地远远不够 粮食供给是个大麻烦 为了开拓更多的耕地 肖和把目光描向了 上陵院 这是秦朝时期 修建的皇家园林 一直都是皇家的后花园 和游猎之地 这一日 肖和找到刘邦 给他提了一条建议 长安一带 人多地少 百姓们缺少耕地 日子过得很苦 上陵院中有很多空地 早就已经废弃荒芜 我想请陛下下令退灵还耕 让百姓们进去耕种打粮 留下和感作为动物的饲料 肖和的出发点是好意 不料刘邦却勃然大怒 好你个肖和 一定是接受了商人的财物 竟然想占用我的上陵院 刘邦立即传旨 把司法部长廷尉找来 将肖和批加带料 关进了大牢 肖和一脸无辜 我是为了百姓着想 凭什么抓我 老肖啊老肖 怪就怪你平日里 虽然干工作兢兢业业 却始终猜不透帝王心思 不懂官场游戏规则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天下的一草一木 都是皇帝的 你肖和有什么资格 割让皇家土地来补贴百姓 要是真这样做了 赢了名声的 只会是你肖和 而不是刘邦啊 作为皇帝来说 头等大事是维护自己 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切对此权力的觊觎者 或者可能的觊觎者 都属于被消灭之力 韩信如此 彭越 因不如此 萧和差一点 也属于此列 张良如果不急流勇退 只怕也难逃此列 当然 汉初低功成进了监狱 势必会引发轩然大波 老萧的工作作风 大伙都是看在眼里的 说他贪污受贿 没有人会相信 当务之急 是先把人捞出来 然而捞人也是要讲究时机的 眼下皇上正在气头上 这个时候去为萧和求情 搞不好自己又成了萧和的御友了 就在朝中大臣们观望的时候 一个姓王的魏魏果断站了出来 大着胆子问刘邦 相国犯了什么大罪 陛下要把他关到大牢内 刘邦 我听闻李斯当秦朝丞相时 有了成绩归功于始皇帝 有了过错自己担着 如今萧和收受商人财物 妄想占用我的上陵院 讨好民众 所以正才抓了他 魏魏 陛下跟储君死磕数年 又数次外出评判 如果相国想谋反 当时在关中留守时 他只要跺一跺脚 韩国官已息 就不属于陛下了 相国没有趁机为自己谋利 又怎会在今天 贪图商人的钱财呢 刘邦一想也是 如果老肖想谋反 当年有大把的机会 何必等到今天 想到这里 刘邦让人去把萧和带回来 萧和蹲了几天大狱 虽说在里头没受什么罪 但毕竟老胳膊老腿 经不起折腾 酒困之下 人也销售不少 今天突然被放出 回到这宽敞的大殿中 萧和一时还有些不适应 急至刘邦发问 他争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扣头道 罪臣萧和 谢陛下天恩 堂下是蓬头垢面 光着脚丫子的萧和 堂上是一脸得意的刘邦 看着年迈的大臣如此狼狈 刘邦脸皮在后 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他挥了挥手 道 萧向国算了吧 向国为民请求上灵院 却被我给否决了 我是杰宙那样的君主 而向国则是贤相 我把你用镣铐抓起来 是想让老百姓知道我的过错 萧和脸上一阵烧 这话他没法解 在经历了这次重大打击后 刘邦虽然表面上 依然对萧和客客气气的 但萧和的心已经冷了 都说帝王心凉薄 想当初自己辞去了 令人现彦的公务员工作 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追随刘邦 打江山 闹革命 一路经历了多少坎坷 刘邦在战场上屡战屡败 哪一次不是自己在大后方 为他擦屁股 争兵大粮 帮助他东山再起 想不到灵了 却因为皇帝的无端猜忌 进了一趟监狱 身为文臣 最看重的是清韵 如今这段经历 好比在一张白纸上涂了墨水 人生有了污点 这让萧和如何能甘心 曾经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而如今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在那万人中央 享受着万丈光芒 自己是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 唯有仰望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也罢就让兄中 这玉姬的不平之气 敬覆着眼前寂寥的山河吧 晚年的萧和做事更加紧小慎微 生怕被别人挑出毛病 他把田宅都置办在穷屁之处 也不见高宅大院 别人问他缘由 他给的答案是 如果我的后代贤能 一定会学我一样勤俭 就是不能干 家产也不会被豪强所夺 新的一年有人大了一岁 有人则是老了一岁 这一年萧和病重 躺在床上只剩一口气了 皇帝刘盈知道后 亲自前来慰问 他拉着萧和的手问道 您如果不在了 谁可接您的班 对于这个问题 刘邦其实早有安排 想当初刘邦临死前 就向吕后交代过 萧和死后 曹参可以接受他的班 按理说 刘盈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安排 但他还是问了 因为他想知道萧和的想法 萧和知道 他在明知故问 答道 知臣莫如君 刘盈也不客套了 直接问他 您觉得曹参如何 陛下已得其人 臣死而无憾也 这年七月 萧和去世 无为而至的智慧 此时的曹参 正在齐国当丞相 得知萧和去世 他立即对身边的人说 赶快收拾一下行李 我要搬家了 大伙有点疑惑 好好的搬家干啥 往哪搬呀 曹参回答 我要接萧和的班 自然是往长安城班了 当初刘邦临死前 跟吕后的谈话 属于朝中机密 因此其他人并不知晓 数日后 朝廷的任职文件送到齐国 曹参果然被清点 接任萧和的国相职务 在这里 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 即将成为众人焦点的曹参 跟萧和一样 曹参也是刘邦在沛县的铁哥们 曾经当过沛县的典狱长 也是萧和的下属 刘邦起义后 萧和和曹参 跟着刘邦一起干大事 萧和是文官 作证大后方 为前线输送补给 曹参是武官 负责在前线 带领弟兄们冲锋陷阵 两人一个文一个武 堪称刘邦的左膀右臂 楚汉争霸时 曹参追随刘邦 南征北战 与秦末名将张寒正面交过手 击杀了李斯的儿子李游 还跟项羽有过几次遭遇战 在当初的沛县元老集团中 曹参的战功排在第一位 除了他本人 勇猛善战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他的顶头上司 是超一流的名将 韩信 战争是最好的课堂 实践是最好的教材 在长年的军旅生涯中 曹参能够亲自聆听 观摩韩信的行军布阵 和兵法谋略 这对他此后的军事风格 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曹参的战绩 军功部上明明白白的记者 参攻 樊下二国 县一百二十二 德王二人 相三人 将军六人 大莫敖 郡守 司马 侯 玉使 各一人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在楚汉战争的舞台上 极少能看到曹参的身影呢 很简单 因为当时的舞台上 将星云集 在项羽 韩信等超一流名将耀眼的光芒下 我们很容易忽视其他人的光彩 比如曹参 周博 当然 历史是公平的 当那些超一流的人物 逐渐退场后 就为他们留出了 专门的舞台表演空间 让他们也做一回 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享受最好的灯光与机位 拥有最多的特写与对白 而现在 轮到曹参出场了 汉朝建立后 大伙忙着真功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 一致认为 曹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浑身上下 有七十多处创伤 功成略地 功劳最大 肯定会被分为第一功成 结果没想到 刘邦确立主将 一直在后方提供支援的萧和 立为第一 曹参 立为第二 对于这个结果 曹参倒也没说什么 按说他和萧和 那也是多年的交情 不至于为了这些事 闹翻脸 但自此之后 两人的关系 就逐渐疏远 见面也不说话 在灭项羽之后 刘邦特地将曹参 任命为齐国丞相 让他去协助齐王刘肥 守好地盘 离开齐国前 曹参和新的齐相交接工作 他嘱咐 既然的齐相 齐国那些非法交易的场所 我已经整顿安排好了 你千万注意 不要轻易干涉 既然者对此 很是不理解 觉得曹参 小题大做 问他 难道 治理国家 没有比这个 更重要的事吗 曹参摇头 那些非法交易场所的存在 是一种 善与恶平衡的结果 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善与恶 有阳光的地方 必然会有阴影 如果强加干涉 非要把那些 从事非法勾当的人清除 是会出乱子的 因为这些人 本来就依靠这个 安身立命 如果连他们的 基本生存条件都清理了 这些人 就没办法谋生了 到时候 他们走投无路 必定会扰乱社会 切记 切记 曹参接过了 萧和的担子 成为大汉帝国 第二任国相 自从得知这个消息后 大伙的质疑声 就没停过 凭什么是他呀 一个以前 只会打仗的大老粗 他哪懂得治国之道 就在大伙等着看他的笑话时 老曹却什么国事都不理 把门一关 整天就在向国府里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 如果你去问曹参 这是什么治国之道 他会告诉你八个字 黄老之学 无为而至 那么 曹参对于如何治理国家 到底有没有谱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曹参在齐国的这段履历 齐国有七十座成义 曹参在齐国当了九年的成像 刚到任时 对于如何治理这个庞大的诸侯国 大老苏曹参并没有任何头绪 当时天下刚刚平定 百废担心 齐王刘肥还小 曹参一上任 就把城里的文武百官都召来 问他们有没有安抚百姓 治理齐国的法子 大伙踊跃发言 可仍太多了 叽叽喳喳 根本无法得出一致意见 弄得曹参也听得一头雾水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这时旁边有一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说 焦西有位盖公 学识渊博 经言黄老学说 您不妨听听他的意见 曹参立即派人带着厚礼 把他请来 盖公告诉曹参 老百姓最计瞎折腾 治理国家的办法 贵在清静无为 让百姓们自力更生 只要给他们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 老百姓的创造力就会激发出来 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曹参豁然开朗 对啊 让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哪里有那么多事情啊 他让出自己的办公室 让盖公住在里面 时时请教 死后的九年里 曹参按照黄老学说的方法 不折腾 不乱作为 让百姓自力更生 九年里 曹参把齐国治理的 百姓安居乐业 国内一派祥和 经民意测验 齐国百姓对曹参的评价 只有两字 咸相 满意度 百分之百 有了齐国的经验 曹参此次进京 底气足了很多 齐国只是一块石掩田 如今竟然证明 黄老之学是有效的 下一步 就是把自己的治理经验 推广到全国 在这里 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黄老之学 老子曾经有一句名言 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有很多解释 第一种方法是 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 要掌握好火候 油盐酱醋料 要恰到好处 不能过头 也不能缺胃 第二种是 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 小鱼的肉质细软 烹饪的时候 不能翻蓝覆去 乱脚凳 多脚则烂 其实 无论是哪种说法 总结起来 就三个字 不折腾 把那些虚头霸脑的事都放下 少管 少干 老百姓的日子 就好过了 不论是治一地 还是异国 治理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能来回折腾 黄老之学 主张无为而至 认为 执政者对民间 则应该少一些管制 少一些折腾 老百姓其实 天生就懂得 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久之后 操餐对外公布了一条 提拔官员的规矩 不善言辞的木纳者 性情厚重者 来者不拒 言辞犀利者 文字苛刻 即追求声明者 统统给我滚蛋 老曹每天的生活 就是在家里花天酒地 喝酒唱歌 也不常按时打卡上班 连相国都这工作作风 身边的一些官员们 也纷纷效仿 大白天的在家喝酒 划拳的声音 都传到了隔壁老曹家了 老曹家的人 觉得这样太不像话了 拉着曹餐 到花园里散步 希望他听到这些声音后 约束一下这些官员 听听 这都是被你带坏的 谁知 操餐厅后 反而更来劲了 隔壁有人喝酒 哎呀 好事啊 我正愁一个人喝酒 没人陪呢 这下好了 有伴儿了 他当即叫人 把桌椅板凳 搬到花园里来 把了一桌酒席 高声猜拳行李 与花园外的吆喝声 遥相呼应 五魁首啊 六六六啊 八匹马呀 七个桥呀 你输了 呵呵 身边的工作人员 个个目瞪口呆 时间一长 一些大臣们坐不住了 老这么翘班也不行啊 大伙约好去向国府里 规劝曹餐 请他以国事为重 放下酒杯 不能再这么吊儿郎当了 曹餐一见他们 就知道他们想干啥 不等他们开口 就把他们拉到酒桌上 呃 今天咱们不谈工作 只谈感情 呃 先喝几杯再说 喝了几杯 大臣又想张口 讨论工作 曹餐又说 哎 不急 不急 喝完这杯 还有一杯 如事者再三 直到来的大臣 不胜酒力 烂醉如泥 曹餐才派人把他们送回家 第二天 大臣们扶着 晕乎乎的脑袋上班 哎呀 头好疼啊 我昨天干嘛去了 曹餐天天沉醉在酒中 不光大臣们着急 皇帝也着急啊 可是 刚刚继位不久的流淫 又不好意思指责这位 汉朝排名第二的开国功臣 想来想去 他叫来了曹餐的儿子 钟大夫曹哭 让他劝劝曹餐 如此懒政待政 是不是 看不起我这个皇帝啊 曹哭回到家里 就跟老爸说 高帝刚刚去世 陛下又很年轻 您身为相国 整天喝酒 于是 也不向皇上打报告 您到底有没有考虑 国家大事啊 曹餐一听 很生气 马上叫人将曹哭拖出去 打了二百大板 怒斥道 你一个小屁孩 竟敢在我面前 谈论国家大事 你离管国家大事 还远着呢 该干嘛干嘛去 得知曹哭挨了打 刘盈走不住了 第二天一上班 就责备起曹餐来 曹相国 你为什么要惩罚曹哭 是我让他问你的 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当面对我说 精明的曹餐 马上装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连忙谢罪 啊 原来是陛下的意思呀 请陛下原谅 刘盈一脸郁闷 你打都打了 还原谅什么呀 刘盈只能挥挥手 表示不再追究 当然 难得曹餐今天正常上班打卡 一定得逮住你 问个明白 自从你担任相国以来 整天就知道醉生梦死 一点都没有肖像国的工作作风 能说说这样做的理由吗 曹餐也知道 是时候揭开谜底了 他反问刘盈 陛下自我评价一下 您和高地比起来 谁比较厉害 我当然不如先帝了 玉座之上的刘盈 反而有点不自然了 这曹餐简直不按套路出牌嘛 那么陛下 您觉得我和肖像相比 谁的能力更强 刘盈想了想 道 嗯 说实话 你的能力确实比肖像国 差那么一丢丢 那就对了 您与我都比不上先帝和肖像国 而先帝与肖像国平定天下后 各项法令都已经很完备了 现在我们沿着他俩的路继续走下去 让天下百姓修养生息 不就行了吗 还求这求那的折腾什么 刘盈一时雨淹 他心想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曹相国所言甚是 你该喝酒还是继续喝吧 缺酒了告诉我一声 宫里正好有几瓶好酒 曹餐做了三年巷国 海燕和清 百姓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 努力发展生产 使汉初一片萧条的景象 渐渐地得到改善 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萧和制法整齐划一 曹餐接替手而不失 做事清静 百姓安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